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即使攻略的环节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中港股市表现 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现在只是轻微升2点 报4126点 深证城市方面升12点 报13767点 户深300指数要跌,跌9点 报4241点 创业板指数方面跌4点 报2963点 看看港股方面的表现 港股跌幅超过1% 报25127点 跌270点 国企指数跌幅超过1% 跑书恒指跌1.3% 跌155点 报11679点 这次嘉宾是Wafi王伟浩 跟我们讲一下焦点板块 Wafi你好 你好 Wafi我们看看 最近公布了达芳尼的数据 发了一个刑警 估计 集团上半年初步的盈利表现比较差 第二季的铜点销售增长 按年下跌1.7% 销售点数目减少167间 其实我们从达芳尼的数据来看 是否都见到内地内需的情况 上半年来说都不太好 由于你说达芳尼来计也好 或者整个内地的一些所谐消费股也好 的确上半年预算不太好之余 其实自己都进一步觉得下半年方面 暂时没有太大气息 但当然你说先讲回达芳尼先 或是上半年看得不太好 这次来计算是发了不同的数据 或是不同的预示等等 一来就出了一个铜点销售 又出了第二季的表现 除此之外 更加也发了半年刑警 这是两件事 首先讲回铜点销售 其实以达芳尼来计算 这间所谓内地的女装鞋品牌 女装鞋的品牌来计算 其实由所谓铜点销售 由去年第四季开始都已经是转差了 到今年第一季回来 其实已经是有个-15.9%的一个增长 到第二季 这一刻更加是没有说收窄负增长之余 更加再会扩大到-17.7% 变相都见到那个情况似乎是继续恶劣下去 变相都不断去减店铺也好 或是闪店铺也好 似乎都对铜点销售 没有太多的帮助 仍然比较差 虽然只是这样看 已经意味着 其实他们的国际销售压力也存在 而另一边来计算是刑警 预期上半年方面盈利 都较按年有大幅度的下跌 这个跌的主因都是关于几个人属事 一来就真的不太买得 而且竞争又大 因为一来国内购买鞋的女中品牌 即是例如达库尼或者百厘之外 更加很多外资品牌 或者很多不同鞋类品牌 都在我们市场里面 所以形成同业竞争是大 而且以过去而言不断有个 所谓库存的问题 而因为个别同业 都是在库存之下 都是打折或减价去买货 形成达库尼在这方面 去货去得仍然比较慢 形成卖得比较差 再加上 但始终是从去年开始 都经常说的网购 或者网上销售 当然见到很多不同公司 都开始自己有搞自己的网店 或者网购 或者放在其他不终合的销售网店 去卖鞋 例如整个人百厘 这也有做 但始终起步点 叫做比较慢一点之下 你始终有网上销售的竞争又大 那自然对于达库尼 这些鞋类股份来说 都有一定的冲击存在 所以变成无论 你见到中期业势方面的预视 都有个明显倒退之外 更加连同端销售 都未有太大的一个变幅 但当然至于 为什么自己刚才说到 觉得未来都仍会比较差 或者觉得下半年 都未必有太大起息呢 这个都很关乎 一些不同的政策因素 因为其实如果以头半年 差 之外 而去到今年半年六月份 回来 其实内地都有一个生涯政策 是出了来的 就是下调进口关税 而这个下调进口关税 有很多不同的产品 例如服装 鞋 護膚品 纸条裤 这些全部都有 而下调的关税幅度 都不同 而这件事的影响性 会对于达库尼 这些所谓内地本身自家的 本土品牌来计算是比较大的冲击 因为始终下调的关税 既然滅了一些外资的品牌 可能他们的产品要进入中国市场 那个关税比较少之下 他们进入了市场之后 那个定价能力相对比较高些 或者竞争性比较大些 那自然如果以国内的消费者来计算 他大富利也好 或者百利也好 他们定位或者卖鞋的价钱 其实不是太便宜 就是中档少少为主 或者中高档为主 那变成如果大家打我比较计 大家同样都是一千万一对鞋 那一个是外资品牌 一个是达库尼 或者一些内地的品牌 那我觉得内地居民都一定会选 很多时候都会趋向 选一些外资品牌为主 所以变成这个下调还有关税 对于内地的消费企业来计算 冲击性都很大 所以变成意味着 我相信你这一刻 纵使第二季 同店销售跌了负17.7 好似都低无可低 但是第三季来说 第四季来说 能不能够留回来 暂时我自己还有一些保留 所以要回前景上去看 其实都觉得还是比较麻烦利 其实从达库尼这个数据 和他的刑警 都看到另一个部分 就是百利刚才也有看到 他的鞋类业务 应该都有一个机会 是进一步恶化 因为第一季的鞋业务 同店销售 按年是下跌7.8% 是四年来最差的季度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 百利已经正关闭 国内的鞋店195间 其实百利是否面对达库尼同一个问题 当然 如果以两者来计 其实面对的问题都差不多 但我觉得百利相关的情况 达库尼比达库尼好一点 因为达库尼比较 否则仍是鞋类为主的销售居多 差不多全部都是来自鞋方面销售 所以卖得很好 对他的充气影响很大 但百利来计 虽然传统常说 是一个女装鞋的公司 但其实他除了鞋类业务之外 其实也有一些 比如运动 或者服饰相关的业务 而这一部分 其实相对表现比较好一点 因为始终鞋类方面 刚才Tracy说到 第一季方面 鞋类的同店销售 仍然跌7.8% 但以运动服 或者服饰相关业务的同店销售 其实第一季 是有增长12.4% 现在也有些 拉上补下的意味存在 所以相对百利来说 冲击性 不敢说完全没有 但比达库尼比达库尼比达库尼 我觉得它的整体看法 会比较乐观一点 但是当然你问到我自己整个版块去看 特别是内地这些消费股来说 其实一向的看法都不是太好 因为始终我觉得 都是那个品牌问题 那你内地的品牌很难和一些 就是外内品牌去比较 或者以那个 当然实质下去 可能没什么太大分别 但始终无论 从个人的质感 感官 各种东西来说 都真的差这么多 所以要回销售层面上看 我自己对这些股份 或者这些公司 其实看法上 还是比较审慎的 但是都想特别留意 就是刚才提到 运动服装的表现 是非常之强劲 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 这么不同的走势 就是女装鞋的走势很差 但是运动服的销售 就好像挺理想 当然 你为什么说这么两极化的走法 当然始终就关于产品的用途 可以这么说 因为这样算 你要回鞋类来计 其实百丽的鞋 可能集中一些女装鞋 有很多女装鞋 用途其实就不是太广泛 就是你未至于完全 是买一些休閒鞋 可能什么的场合 什么的用途都用得 但是你可能质重某些 例如高枕鞋 各种东西 比较钻类一点点 变上那个影响是一定大的 但是你反过来说 你买一些可能运动服 或者是服装服飾的业务 始终不断之前 好像自己推介一些 在用途股的时候也说过 相对衣服的销售会比较理想 因为其实很多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地方都可以用得着 不是说某一件衣服 一定专注某一个场合才能穿 当然有这些例子 但不是说不多 普遍来说 可能很多不同的衣服 很多一件T恤 其实你什么场合都可以穿 以销售层面上去看 就容易些去买 所以整体来说 那个表现 比较鞋类来计 会比较好一点 看看这两只股份 现在的表现 搭幅来国际跌幅超过3.3% 做1.58% 国际跌幅超过2.2% 做8.37% 都和Wafi做新播 我们刚才说过股份 请问你有没有持有? 也没有 谢谢你的分析 有时一会 进行其他直播环节 待会再见